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负责任的 我能因为个巴掌去告诉他吗 反正他打了我是不了了之了 我要是打回去那还得了啊 再说了 他怎么不去打于宁心啊 就能欺负我 还有那个前小玉家 明显的不分青红皂白 廖老师 廖老师 还没吃饭吗 我去给你打点饭 不用了 我吃了 护士长刚刚安排我吃了 我们还是把小玉的病史再过一遍吧 您要干嘛呀 不是 您到底要干什么 咱们是医生 咱们不是菩萨 别人打了您左脸 您还把右脸伸过去 您就不寒心啊 我觉得韩语说的有道理 不过您放心 就算他不分青红皂白 我也会好好给他治的 廖老师 您没事吧 你们有哪儿不舒服吧 我能没事吗 我能不寒心吗 我能不能过吗 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就是因为我遇到了这么一个病人 从明天起 我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夫了 我现在的心情 少白啊 别人可以不理解我 你不能不理解我吧 跟廖老师说个实话 我的医疗观念是不是旧了 是不是过失了 您想多了 这家人真的闹得太过分了 您这么为他们 不值得 但是如果你是站在病人家属的立场上 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病人这么闹我一点都不惊讶 但是院方的态度 我对了 韩宇 我记得小玉的第一台手术是我带着你到外院去做的吧 你把他资料给我拿过来 现在媒体不是做 干什么呀 韩宇 现在媒体不是正好在炒作医生走穴的事情吗 其实这种综合附属医院 本来床位就紧 再加上想做手术的患者 排不上队到外院去做 也是双方认可的 再说了 你也不是私下里到外面去出诊 这个医院是咱们的合作医院 事情会往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好大家都好 现在小玉出现了大家都意想不到的结果了 怎么了 孩子 我看你是太年轻了 你真的撑不住任何事情 你别这样啊 梁老师 那你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出去了 说白 你留一下 你留一下吧 我还有一个个人的事情想嘱咐你 从明天起 科里的日常工作你得多费心了 因为我还不清楚院里会派谁来接替我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你会很辛苦 明天一大早 我的辞职报告和检查就会公布了 你要去干嘛 我去问明远 她是不是疯了她 我做什么事 来 谢谢 没事 李三娘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甚至林远没看到 来抱一个抱一个 行行行行 来来来 哥哥 哎呀 回来真好 你没怎么变呢 不是 你怎么 你怎么长这么棒了 哎呀 林远我是好啊 哎哎 我今天跟你回报一下 林远表现真不错 她知道你要回来了 小别胜新婚哪 她说所有的工作 都让我来回来 但是今天这事 真的不随我管他犯了 我就耽误你俩一分了 好吗 一分钟多了 一分钟一分了 就这样吧 明天开个中层会 廖主任的处理意见 在会上说 你会多跟小玉的父亲谈一下 就说 这个病例 我们可以从头回顾一下 她可以全程参与 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行 走了 小玉 谁来喽 我回来了 念初念初啊 晒黑了 更漂亮了 金老师 哎呀 金老师 你这白头发越大越多了 让医患关系给气的 是不是 让你给气的 怎么可能呢 教你从你的小屁捣蛋 教我的时候 最让你生气的 现在官位比你大一级 你看院长大大人 说话呀 我问你什么事 飞机上救了连那孩子怎么样 挺好的 没问题 母子多平安 我说您俩有病吗 两年不见了 说这个 你滚 你信我碍事是不是 滚 我走 要不要给你锁门啊 哎哎哎哎 秦龙 领导在客厂会呢 立元我问你 廖老师那事你打算怎么办 等会儿 念初 你先把东西拿回去吧 晚上咱们一块去办法那吃个饭 好 你先别走 你真打算为了心事宁人 把廖老师牺牲掉啊 怎么会呢 小白你多少给点面子 这人家现在是我们院的一把手 不再是当年那个拿着冰棍贿赂你 去追求美女的师哥 我们要相信领导 一定可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行了 你别在这儿讲话 是 现在是石锅进谦了 以前咱们什么关系啊 以前咱们是一个锅里抢一根面条 然后呢 就是没日没夜地抢救重症病人 咱们是不计较得失 不计较名利 为的是什么 为的还不是让你跟领导 对那些不亲不近的人 能挺着腰杆说话 然后呢 没有什么然后呢 我早就说了 当领导的好朋友 那最好是当那种贪官污吏的 我们就可以跟着一块欺负老百姓了 但现在不一样 当他的好朋友 那就像牛一样 多干活 干好活 不是干活我们是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让我们干得寒心呢 我问你 如果以后还遇到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把我们也都推出去 牺牲掉啊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撤了廖老师妇产科主任的职 明天还要在会议上宣布检查 理由 你跟大家说理由 你说 你说 理由是因为 廖老师没有进到一个妇产科主任 预见和协调与患者纠纷的职责 三九 我问你 以前这种死了患者 认为不该死的家属来闹事的人 是不是很多 林远 你凭良心说 如果这个患者不是在外院做的 如果媒体现在不是盯着 这些医生走穴的事情 如果咱们现在不是申请姓名分院的事情 你会这么处理吗 俊伯 你先别这么激动下不下 你先坐下 有什么话咱们不能坐下好好说 你先坐 先坐 阿牛 来 爸 是 我是想找他帮个忙 但没想到他跑到家里去了 这样吧 我跟念初这就回去 回去之后咱们见面再说 好 爸再见 小白 这个事情还正在调查当中 还没到了 跟愿意及领导以外交代的地步 你先回去该干吗干吗 你这个病人不着急吧 不着急的话咱们明天再说 都回去吧 可以啊 林远 你现在开始跟我打关枪了啊 我们还真无所谓 你领导用得惯就用 用不惯就革 我们也是 干得了就干 干不了我们就走人 这年到我还真不怕找不着饭吃 我就真纳闷了 你不当院长也就才两年时间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刚一上任 就把念初调到非洲去了 替别人一去就去了两年 今天刚下飞机就替你做了个秀 你行啊 林远 你就这样吧 我祝你步步高升 上海 上海 廖老师的事 你真怎么决定啊 我说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这个事情还没到了 跟愿意及领导以外交代的地步 我说林远 你 我现在正式向林远长汇报一下 在你们院领导讨论之前 我不会再到其他的合作医院 去做任何手术 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这个院长添乱的 这个病人 是急诊收上来的 但是他的条件 不符合林远长所说的 急诊收治条例 他是三年前 在县医院做的蓝尾手术 感染了 受了很多的苦 这次坐在长途车 来我们这儿做手术 可是我们大外科的床位 一直是满的 我原来想来跟你商量一下 把他安排到柳林街道医院 等周末的时候 我好去给他做手术 我现在就按照林远长的意思 去跟病人说 没有床 让他等 等到什么时候 穿孔了 腹膜炎了 败血症了 急诊就可以收了 好好跟我姻老公 林远 廖老师的事情 真的要这么处理啊 咱们先回家吧 刚才爸打电话来 说许诺山跑到家里去了 跑家里去了 这个是本来你买的 带到机场的啊 对 就是你老念头那几样 对了 你怎么会突然想起 找许诺山办事了 少白不都说了吗 这两年我为了当好这个院长 什么时候看不出来 先别闹我开车呢 您 您看看 这 这 真是好东西啊 这遇事中国的文化呀 对了 您是教授 您比我懂啊 不懂 不懂 这 哪里 哪里 是那车他们回来了 妈 你怎么回来了 金珠回来呢 爸 回来了 金珠 来来来来来 我看看我看看 在那儿待了两年 瘦了 是吗 精神啊 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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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远 许老板来找你 说是 说是有什么事 是这样 爸 今天医院出了些意外 现在媒体正在大肆炒作 我担心如果处理不好 影响太坏 所以麻烦到了许老板 但我没想到 是这样 我一知道了这个事 马上就给摁住了 因为这家报社啊 就是我们几个老板出的资 这不嘛 我今天啊 把他请来 就是特意的登门来致歉的 不好意思啊 林院长 我已经让各组加班赶工了 这个社会问题这个栏目 已经替换掉了 我们这个惹麻烦的员工 您放心 不会再来惹麻烦了 我们的社长 已经亲自找他谈过话了 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抱歉 抱歉 你看 这个警报社医报过忙 影响太坏了 那就 就 就像股票一样 会直线下降呢 这 这是医院的事 跟股票有什么关系啊 对对对对 你 这个小远呢 他是医院院长 院长 那就是法人代表 他是责任人 这医院里有事 他 他会直接影响他的前途的 你看 领教授 您是有询问的人 您看这个事 行了 徐老板 你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情谢谢你 但是 我太太今天刚从国外回来 等一下我大哥和我小妹 也要回来 我们全家要吃个团圆饭 所以就不留外人了 这事改天我会专门登门致谢 你们请回吧 那好 那好 到时候了 徐老板 把这些东西拿走吧 我们不需要 这 这有何必呢 你们生意场上有用 我们用不着 你看看 这只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你这 心里面笑我们歇了 慢走 先生啊 你看 我这是个缅店精心挑食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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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要这个 真的 真的不能 真的 真的 一点小意思 我真的不能要 别打了 这很贵的 很贵的 一点小意思 小意思看看 你看 戴着多好看啊 不好意思 把揉了 把揉了 给我自己 pog吼的人 鸡 точно 下伙了 strange 请问和你 将难以待 找信就b reason 露 Ôsiyia 不 broken 不管怎么说 您都不能想太多了 让自己放轻松 也许妈妈老了 很多事情都承受不了 医疗有没有适当 有鉴定小组 有专业机构 还有最新的治疗纲领在那放着 都是有标准的 光明磊落的事 何必要用不正常的方法去解决呢 是 我知道吧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有些前途的 可是在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之前 如果任由他们乱说乱写 这对我们医院影响实在太坏了 可是那也不能找 徐若山走外门邪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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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吧 怎么啦 怎么 你现在真的决定马上要回来啊 我确实是今天才下的决定 你也知道 我也挺难取舍的 但是妈妈觉得我回来好 我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这个孩子啊 总是最干脆利落的那一个 回来 那个 他刚刚票塞到我手里的 下回见了他 还给他 好久没回来了 回家啦 回家啦 这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 太勤快了 院长 干吗 把包子给我 我要换鞋 换鞋 换鞋 我还没解成 我上一个 你 来 来 来 你 来 来 你 来 来 你 来 你帮我给你帮着我 说白 这就是小玉的全部的病案 我把它交给你了 拿回你了 孩子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你随时再跟我商量吧 小玉挺可怜的 他们是病人 我是大夫 没有什么为难不为难的 至于现在不让您负责了 真是不知道好人心 其实作为一个患者 他们判断医生的好坏的标准 是很简单的 能知好他们的病 就是好大夫 我认为他的父亲 他的丈夫 还算神的脑子 不算糊涂 他愿意把小玉 留在我们医院里 进行系统的治疗 至于他们现在 不愿意再面对我了 我可以理解 要我帮忙吗 不用 就在那儿吃吧啊 可我觉得我能帮上你啊 你还是算了吧 好 我去见 别别别 我去见 别动啊 喂 喂 徐院长 刚才陈区长来了个电话 说卫生局来了生理平导来试查 想让您讲讲 沿对线连分布的共享 出什么呢这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今天我老婆回来 我请假了 那你就跟他们直接说吧 就说我老婆回来了 今天我请假 什么事我也不干 好了 去这儿 没事吧 没事 跟你说不让你动 不让你动你 大夫我都来第七遍了 你怎么不管啊你 我 是是是 别着急 别着急 来 你听我说啊 您大老爷来我都知道 按医院的规定 您的确不够急诊手术的标准 他都说了我这个反复发作 很快就够了标准了 您不让我去 您只要够标准 我马上就让您进去 好吧 你们还是医生吗 我病轻的时候 你们不会治 那非要我反复发作 只要病悲我才治啊 您看看啊 您看看这病人 您看看就这么几张床 我们就这么多资源 我们是不是得等着那些 生命垂危的救护 这些都是可以出院的病人 有的是出院前的检查 还没有做完 有的是做完了还没有回来 所以文件不全出不了院 可以跟检验科那边沟通一下 明天把所有该做的检查 全部做完 这样明天下午早一些时候 可以有三到四个病人出院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咱们手术上是可以安排出空闲时间的 那如果我们把急诊那个病人调上来 在空闲时间里把手术给他做了 等有了床位再直接安排过去 原则上是可以的 那倒可以啊 郁总 为了这个患者值不值得这样兴师动众地打炮常规啊 这么一催的话 检验科那边肯定是不高兴 而且这么疼床的话 护士本身人手就不够了 而且自己手里有自己的事 我觉得还是您得说一声嘛 要不然我去了话 他们非弄死我不可 没事 咱们先把这个病人收下来 做常规治疗 明天杨大夫跟侯大夫都有时间 我跟他们商量一下 看谁把手术做 还得你去跟护士说 放心吧 整个医院的人死了 你一下子做事都不够了 好啊 常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院长 不欢迎我 请坐 小蕊 这个病人本来今天一早要手术 但是因为没有按照规定进食 手术需要延期 而这个病人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出院 暂时就因为少了一张地钞片子 他的主治医生要下去讲课 签不了字 就要拖延到下周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一个蓝尾炎一个膳器 经常住院就要住到十天 也就是说在国外住院 只需要三四天的病 在我们这至少需要住上八到九天 而这个差距又跟我们的手术水平无关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去缩短作用日 因为这对医院对患者是一个双赢 而需要我们去做的 就是精确的计算和严格的管理 制度的改善给患者带来的实际意义 绝不低于你努力提高临床水平 给救死扶伤提供更方便的环境本身 难道不是救死扶伤的一部分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申请 吸引民营资本 跟我们联合开办医院的处众 你这样努力建立出来的新的制度 这真的好吗 为了这个新的制度 就放弃了我们原来坚信的东西 我 我就拿廖老师举个例子吧 你牺牲了廖老师 快刀斩了麻 扑灭了所有负面舆论 给咱们带来的压力 就为了保住那个民营资本 建立的新的医院 那你让年轻的医生怎么看 就是千万别做廖老师这样的人 引导民众反思这种问题 是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责任 我们作为推广产品的商家 首要的任务就是 把我们的产品如何推广出去 而不是其他 我们是商家吗 你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商人 你权衡了所有的利弊 到最后只是让大家 把廖老师当成一个傻子 外面身上穿的白大褂 手里拿的手术刀 除了养家户口之外 其他的意义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李睿 我们角度不同 我们都是医生 角度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不管是纯粹的为了经济效益 还是为了病人的利益 我这个人只看结果 不太干涉做事人怎么去做 只要你最终把事情能够做好 你怎么用人 怎么保持你心里的公平合理 怎么讲怎么罚 我给你百分百地决定去 林院长 您好 我是苏纯 我想跟你确认您劝我回来时 说给我布格直接考主治的机会 是否真的做数 如果确实 我会跟老板请辞 两个半月以后回来 参加主治考试 因为你不用认通了 仲人感했ي 这一个身脏 银杀 但这一个车是否定 行为这钞微ain 啊yg — belangrijk 是的 肯定 Isso 好 好 教授已经接受副产科主任聘书了 好 可是我听说 他作风不太好 人品有点问题 什么作风问题 有人反映他在过去的医院里干过一些事 听上去不堪入耳 很多人一辈子 唯一引以为荣的成就 就是为人证实 不与社会歪风协计同好 而实际上呢 这样的人往往一辈子没有实质性的成就 任院长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调查一下 行了 你不用说了 大家来见吧 正儿 再见 新的副产科主任就要来了 这个刘某人教授啊 从学历到资历 以及所做的科研课题 都不属于廖老师 尤其是在不孕不育这个领域 如果他来了 会对我们的生殖中心进一步加强势力 请不认识 主任 两个急诊 车上有位女士 二十七岁 怀孕三十周 患者女 三十五岁 怀孕三十四周 有十七年的高血压病史 怀孕出气 曾在西院医院进行检查 双卵巢 至少有五厘米大小的囊状 正好未曾复查 主任 两个病人的情况都很紧急 谢谢主任 老高 麻烦你帮我去上一台二十分钟以后 双胎妊娠的抛肤肠手术 好 您放心 是 小林 在 给系内的小主任打个电话 必要的时候 我们会请他们课来会诊 好的 马上 你交验室给我打个电话 十点钟我带的人优生客 今天取消 改天我们再过 你们都跟我走 主任 您一下就不合适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走 快点 快点 快 来 快快快 小心啊 好 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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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扔一下 这是病人的生化单和血检报报 您看一下 生化单还是不错 天哪 三十周 三十周的胎儿太小啊 主任您看 这是胎儿的情况 这是一个典型的巧克力囊肿破裂 他疼痛是因为他扭转 你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没有并发症继续妊娠吧 老修 老板 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心功能持续下降 什么 胎盘部分玻璃 血流灌重不好 重视妊娠 马上进行抛肱手术 您让儿科的主任到现场来一下 好 家属来了吗 还没有 孩子啊 任何时候都坚强一点 好吗 请教剧长放心 关于老先生的手术过程 我会跟林院长再次确认 林院长您好 您好 好 局长 那边有贵宾室 您可以在那边稍作休息 好 院长 我知道您很忙 但是在改忙之中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这个老专家的病情 很多领导都关怀过了 可是我在想 只要没有胆囊炎和胆囊癌的病发症 这像这种腹腔境的微创手术 十分钟我就搞定了 可是十分钟 对于这么一位老先生来说 会不会显得我不够认真 那你就手术做完之后 在里边摸几会儿 到底是院长啊 这种搜主意都出得来 怎么样 好了吧 我们开始 好 背皮完毕 一切正常 那我们开始吧 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 我们对出院住院管理流程的控制 还有手术室精细化的管理 像癌症这样的重症 平均住院日 只比美国中心医院多四天 蓝尾炎这样的手术 经过了管理流程改革之后 还要多七天 如果能把这样轻症患者的住院时间 手术时间缩短一半 那么 我们就能节省了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床位来 那么具体的 你怎么想 我在想 能不能建立一个 独立于其他专业组之外的 轻症病组 具体细节我还没有想好 也不知道近期有没有可行性 既然你已经对我说出口了 想必你把这个可行性 已经想得很细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对于我认可的人 我只看结果 你怎么做我不管 所需要的资金政策 我会全力支持你 谢谢院长 持有间 纱布 来 给点劲儿 官府 送病理科做快速的冷冻切片 廖主任 刚才打开肚子 那么大的瘤子 那么多血 您两分钟就止住血 二十七分钟就完成肿瘤切除 您这双手可真厉害 我真的希望没有筋动到的孩儿 宝宝 刘子给你切除了 没有人给你抢地方了 好好的在妈妈肚子里 再待上两个月再出来吧 嗯 王大夫 你看 请多事儿 谢谢 谢谢 我们家老徐啊 那可是当年响应周总理的号召 回来建设祖国的老知识分子 听说崇拜 特别崇拜 你说 我们俩这辈子 从抗战到逃难 我们俩从来没分开过 是是是 您的心情我理解 怎么回事 老爷子已经推进手术室了 可老太太忽然觉得 好像是生死离别 非要进去赔手术 这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告诉他不行 然后闪人呗 姐姐 著名爱国科学家 各级领导可都关怀着呢 闪人 回头人家投诉 说咱服务态度差怎么办 可你说 真要让他进去 那不是给特权人士考特殊吗 推进去多久了 有二十分钟了 那现在已经该麻醉了 韦大夫的手术 再过半个小时就完事了 王东是好人 我帮帮他去 我帮他先去 帮我帮他 我帮他